各位評審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的編號是3號 今天我要朗讀的題目是 流言訊息、靈符 天地間唯一的一點螢光飄然淡落 輕輕易伸手 雞雞落在掌心 螢光落在掌上像暗裡點了一盞蓮燈 蓮燈順著掌上文記一路分明照過去 生命、智慧、情感一路移底 離開一陣,再回來 五月一到最後 五月到最後 山裡只剩下兩隻螢火蟲了 遼遼落落,兩隻正合我的心意 入夜走出來 群山宴席,大地全都黑了 原來因流音而灰光閃爍的夜地 沉沉安靜了下來 只剩其中看不見 我連自己也不存在是什麼樣了 黑裡飄呼 警覺竟然一絲遊席 倒像生來就是清虛的風 不具實體 悄然行走 我還真希望自己能在暗裡流入絲 脫卻形體 飄呼而清虛 清安而渺遠 一如野弟弟虎虛化妞妞的流音 而我 是存在的 會思考的一日鬼火 案例洞悉明明 無有言詞 行止 愁醋 樹兒傾向與人都無法地尋進上去 流音幻夢 有有黑夜能使一切連聚成片 是因為它能在暗裡把一切薄柔 白日裡的小鏡上流連直竹 夜地動人幾了 藏青的樹 翠綠的竹 短食 殘土 流水 其間充滿了密不順時的野草 昭和與咸豐相依 清方與過貓為零 也將積極竄起 微底飄寒 再為深秋的花絮欲埋玄機 而此刻入夜 廣野消極 黑黑的野貓 我看不見了清方 昭和與咸豐 黑了天 黑了地 也黑了夜 我的兩句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